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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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耶稣 赞美耶稣 赞美主为主人事 万民刚将荣耀为主 宁处学人世今中最苦 荣耀 荣耀 荣耀为神父 荣耀 荣耀为主 荣耀 荣耀 荣耀为主 宁处学人世今中最苦 荣耀 荣耀 荣耀为主 荣耀 荣耀为主 宁处学人世今中最苦 我的爱就成人 我爱情在一面前 没有你我必顾 因此我为耶稣我 祝我每时何时需要你 每时何时需要你 我的本命会议同意 祝我需要你 随我争夺分为国上 由你施加我的释放 我夺利温暖教授 也属于我的自由 祝我每时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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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时何何时何何时何何事何何时何何何何 我已等你 为你共意 祝我我需要你 祝我每次得祈祷 每次得祈祷 祝我每次得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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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要以色列人看 然後去發現 請問神要以色列人看什麼事情 看祂要做的一件心事 然後要他去發現 發現這一件心事到底是什麼事情 好 我們如果研究以色亞書的背景就曉得 上帝所謂的心事 你讀前後就曉得 是指以色列人 要被神帶領離開 七十年 受捆綁的 為奴隸的巴比林 這個地方 神要帶領他們出來 然後呢 到耶路撒尼 聖城聖殿重建 這是一件心事 那這件事情 我們想起來就很像出埃及 對不對 神帶領他們離開埃及 到迦南地區 到迦南地區 那現在神帶領他們 離開被魯之地 做你們的地方 失去盼望的地方 神應許他們要 怎麼樣 要回到 耶路撒尼 然後用這件事情 有人說這就是 第二次的 出埃及 第二次的出埃及 當然這件事情 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上帝形容 就好像在曠野開道路 在沙漠開江湖 我們知道曠野開道路 沙漠開江湖 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拉斯貝加斯 是一個奇蹟 Pine Spring也是一個奇蹟 美國這麼厲害 在沙漠裡面建立一個城市 上帝更厲害 在曠野開道路 在沙漠開江湖 因為這是代表一種 上帝能夠突破 這是一種新的事情 新式的寫照 那曠野 我一想到曠野跟沙漠 它的特征 就是沒有道路 沒有水源 也意味著死亡 但是上帝 沒有難成的事情 祂可以施行神蹟 不但讓猶太人 從被褲當中得釋放 從民主的苦難當中得醫治 更讓神的百姓 更讓神的百姓 可以積極地參與聖城和聖殿的重建 其實上帝在你我的身上 祂每天都在做新事 還記得嗎 伊利明先知 他說 每一天 都是新的 神的信實 何其廣大 耶利明 還割三招二十三節 也就是說 上帝應許每一天 都是新的一天 新的一天 我們每一天 找人起來的時候 面對這一天 腦筋裡在想什麼 是充滿著盼望 還是覺得 跟昨天一樣 得過且過 不 你要相信 每一天 都是上帝給我們 新的一天 新的開始 過去 以色列人 神在他們的身上 他們的民主 做新事 帶領他們 出埃及 帶領他們 離開礦野 到他們的故鄉 耶穆山重建 這個就是新事 神在以色列人身上 做新事 過去 今天在你我 在我們教會 在我們當中 也要做新事 但是上帝要做新事 祂一直有一個 基本的原則 我們知道 新的相反就是 是舊 上帝要做新事 上帝要做新事 的原則 就是說 除非上帝 把舊的除掉 否則 祂不會在你的生命 在我們教會 開始做新事 我再說一遍 除非神 要我們除掉舊的 否則祂不會做新事 耶穌不是講過嗎 祂不會把新酒 放在舊品袋裡 你有沒有想到 我們今天的生命 沒辦法突破 我們信主好多年了 卻依然在軟弱當中 依然活在牢果當中 我們必須要把這些 救的 那些不合神心意的 不合神喜悅的 觀念想法 要除掉 保羅興隆要脫去救人 然後呢 穿上新人 尊主為大 這樣我們就存著盼望 來期待上帝做新事 我們具體來說 就是說我們首先要先放下 一些消極 悲觀 那些無奈 那些好像癱瘓 那些得過且過 那些冷漠旁觀的心態 取而代之的 我們要用積極 火熱有動力 進取的心態 來期待上帝在我當中 在你我生命當中 來做新事 我們才能夠看到上帝 我們才能夠期待上帝 在我們當中做新事 我們今天都是新造的人 所以我們也要為神做新事 做什麼新事 聖經說我們要訴說神的美的 因為今天這個世代需要新事 需要新事 雖然聖經說日光之下沒有新事 但是在神那裡 日光之上有新事 神要把救恩領到 我們要訴說神的美的 因為這個世代需要新事 這段聖經各位有沒有留意 以撒亞他用礦野跟沙漠 來形容神要做新事 一想到礦野跟沙漠 我就想到今天我們這個世界 我們這個世代 就好像礦野沙漠 因為礦野代表什麼 礦野代表沒有道路 礦野代表容易迷失方向 礦野代表有野獸出沒 我們容易被吞吃 礦野也代表崎嶇難走 容易讓人受傷 礦野也代表不適合居住 危險重重 那你用這個礦野來想像 今天的世代 是不是很像礦野 沒錯 我們現今的世代 我們看到人的私慾 弄得人已經迷失方向 迷失的方向 失去了理智 然後呢 不但是像礦野也像沙漠 這個沙漠 就是乾旱的地方 缺乏水源的地方 生命沒辦法滋潤的地方 不能夠生長植物的地方 換句話說 我們現代的人心 就像沙漠一樣 怎麼樣 心裡乾乾 心裡乾乾 所以上帝要在沙漠開江湖 讓我們的心裡得到滋潤 現在世界上的人的心 就像沙漠一樣 很乾乾 聖經說人乾乾 不是沒有底 今天物質很豐富 人的乾乾 是因為缺化神的化 所以今天的世代不但是像礦野 今天的世代也像沙漠當中 有人說今天的世代有三個趨勢 什麼趨勢呢 沙漠化的趨勢 三個沙漠化的趨勢 第一個就是說環境沙漠化 環境沙漠化就是說 我們知道我們今天生活的環境 本來是綠油油的 有植物覆蓋的土地 當它因為自然災害 因為氣候的變化 或是人為的因素 把這個綠油油的 這些植物覆蓋的土地 變成不毛之地 這種自然災害 就是環境沙漠化 然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他曾經發表一篇文章 就是說全球沙漠展望為題目的報告 那個報告裡面提到說 今天的地球今天的世界 因為受到氣候的變化 還有水的需要量增加 還有那些灌溉這些土土地 已經開始鹽化 鹽減 就是說這個情況很惡化 等等這些因素 所以全球現在正在面臨很嚴重的沙漠化的威脅 根據統計聯合國的統計 目前沙漠的面積已經佔了全球陸地面積的25% 是屬於沙漠 這是我們可以理解的 今天的世界就像沙漠 這是實際的沙漠 但是還有一種沙漠 叫做文化沙漠 剛剛是一種屬於環境沙漠 我們可以體會實際的也距離的可以看得見 另外一種叫做文化沙漠 這個意思就是說形容某一些表面上看起來很文明的地方 看起來好像很有教養很有禮貌的地方 但是其實沒有 知道尊敬 知道禮貌 可是全做不到 也就是說這個人文的素養 跟物質的發展 持相反的反比 就是反比 不是正比 反比 照理說人文素養高 你的物質發展應該是同時 但是現在相反 所以人文素養跟物質的發展沒有成比例 造成今天的人很膚淺 很淺薄的思想 甚至有一些行為模式很膚淺 這個叫做文化沙漠化 那還有一種說是人際沙漠化 這個我們可能比較容易理解 聽說那個傅斯康 那個在申俊是不是 工廠很大 人跟人之間根本沒有男人 睡在下部的人 不曉得睡在上部的人的名字 人際沙漠化 你知道嗎 你見過沙漠沒有 黃沙一大片 沒有水 我們知道水是沙漠化的根源 其實水在心理學上 象徵我們人的情感 你看看古代寫詩作詩 都用水的一些變化 來形容人的情緒 人的情感 那沙漠裡面缺乏水 就好像就變成沙漠 同樣的我們人際之間 如果缺少真情缺少愛 就是生活在人際的沙漠化 我們今天生活在人際環境當中 就好像生活在沙漠當中一樣 人就會乾渴 會難難 其實今天人際沙漠化的現象 正在侵蝕我們今天當今的社會 也就是說我們人間 千萬 絕對不能缺少愛 不能夠缺少情 因為情跟愛是滋潤人心田的水 你缺少它 就好像缺少水的沙漠一樣 我們一個人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在這樣的情況裡面 是很難生存的 好 聖誼說 雖然是礦野 沙漠 但是上帝能夠行生 就是讓礦野有路 沙漠有水 結果呢 首先過一人 是誰呢 二十節說 野地的走獸必尊重我 我想到 野獸都尊重上帝 就想到說 我們今天世界上的人 為什麼那麼不尊重上帝 有時候還要褻瀆神 不尊重上帝 為什麼呢 其實從這段聖經 我們可以找到答案 我們從二十節可以得到啟示 二十節說 野地的走獸必尊重我 包括野狗 還有鴕鳥 都會尊重神 那野狗 鴕鳥 都是沙漠上的動物 其實呢 你注意看 我們中文聖經說的野狗 你在King James Version的英文聖經裡面 他是用卓梗這個字 這個卓梗是我們中文 換成龍 中國稱為龍 可是在以賽亞書裡面 根據King James Version 他把它翻譯成野狗 我們現在看的野狗 那個在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龍這個字 你去看英文聖經 是龍 這個實在是很有趣的差別 你有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一提到龍 在我們中國是很威風的 譬如說我們說皇帝的臉 就是龍眼 然後皇帝的兒子 就是龍子 那皇帝登基的 就是飛龍在天 皇帝的衣物稱為什麼 龍袍 龍袍加深就是你當皇帝的 連我們中國人都喜歡稱 我們是龍的傳人 可是呢 你知道嗎 這個龍這個動物 在聖經裡面就不那麼如意了 甚至於在啟示物十二章 稱它為魔鬼撒蛋 那 OK 我們這是題外話 我們再回到這段聖經 這段聖經 這個捉耿這個字 我們中文翻譯作野狗 不管是野狗或是捉耿 或是什麼 NIV不同的版本 有不同的翻譯 不管怎麼樣 這個捉耿這個在King James Version 這個捉耿原來是躲避的意思 這個字在希伯來語 原來意思就是躲避 躲避的意思 躲避什麼 代表在黑暗當中摸索的那些物體 可能就是沙漠裡面的野狗 野兔 野蜀 這些通稱啊 那麼這些動物呢 因為在沙漠裡面沒有東西可以吃啊 所以他們會到處找 在晚上的時候在黑暗裡跑來跑去 中文找一下撫難的屍體 在那邊吃 在那邊吃 互相在那邊叫來叫去的 沒有水啊 就很喘氣 不然就要說 然後 以撒亞書裡面講的這些野獸 這些野狗也好 或是駝鳥也好 或是我們中國把這個字翻譯成龍也好 這些都是生活在黑暗當中 沙漠當中的一些物種 換出來說都是給一般人看不起的 親視的動物 他們都是在黑暗裡面在那邊轉 在那邊找一些苦難的東西在那邊吃 白天也不見 晚上就是出來 可是不要忘記 上帝竟然眷顧那些坐在死硬幽舞的人 上帝為他們做心事 為他們在跨野開道路 為他們在沙漠開江河 使一個曠野沙漠代表絕望的地方 能夠有盼望有湧流出來 所以呢 這些野獸 這些左獸當然怎麼樣 為你尊重神嘛 對不對 因為 看見神的作為 嘗到救贖的福氣嘛 由水源來解渴嘛 所以當年這些左獸都會尊重神 那講到這裡各位有沒有得到答案呢 為什麼今天世人 世界上的人不尊重上帝 找到答案沒有 從這裡有沒有得到答案 得到一個 一個 思考的方法 因為 今天世界上的人不尊重神 不接受神 就是因為我們的生命 沒有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如果我們今天做過淨土 我們有把神的美德表現出來 把聖經不是講嗎 信主的人在那生命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我們今天就是沒有活水的江河流露出來 讓別人得到滋潤 所以二十一節說 我們需要把神的美德活出來 今天答案很清楚 基督徒很多時候 我們不能夠活出神的美德 什麼叫做神的美德 神的美德 說穿了一個字 就是天父的愛 那 基督的恩典 聖經所結的果子 這些 就是 指 神的美德 透過我們身上可以表現出來 我們要把聖經的果子 仁愛喜樂和平仁愛恩子 良善信使溫柔節制 這樣的果子 能夠 在這個世界上 能夠彰顯出來 能夠把神的慈愛神的恩典 彰顯出來 這就是把神的美德 彰顯 所以神就藉著先知以賽亞 說這百姓是我為自己所造的 好述說我的美德 我不曉得 你還記得嗎 提到我們要傳揚 宣揚神的美德 你會想到哪一節經理 很有趣 在彼得書信 對不對 彼得前述 第二章第九節 那你提到說 唯有你們是被檢選的族類 是有君宗的祭司 是聖結的國度 是屬神的致命 要叫你們宣揚 那招你們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由此可見 訴說神的美德 是我們的本分 彼得前述 第二章第九節 剛剛我們所讀的 那你說唯有你們 你注意看這個字 唯有你們 這個句子 這原文是相當的強調 注重的 唯有你們 表示我們基督徒 是一群特別的人物 不一樣的 跟世界上的人 不一樣 我們是被檢選的 唯有你們 唯有我們 我們是不一樣的 由此可知 我們要訴說神的美德 是我們的本分 因為這裡說 我們 原始是神為此而造我們 選招我們 恩成我們 所以他說 這個要教裡面 這個要教裡面 表明了救恩的目的 就是要宣揚神的美德 那也就是說 我們信徒的職分 我們的責任 這個宣揚 包括口傳 也包括我們的行事為人 口傳和聲傳 那美德呢 就是 剛剛我已經不斷重複提到 就是說 是指神的性情 我們要把神的性情 彰顯 人之間 人的面前 聖經裡面提到神的美德 實在是不可勝數 我們的神 祂是天地萬有的主宰 祂是至善至聖的全能者 從根古直到永遠 祂的旨意不會改變 祂的公義始終如一 祂的應許確定 確實堅定 不改變 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所以我們應當向世人 來訴說神的美德 來盡我們的本分 我們做一個蒙招的人 我們應當向我們的親友 我們周遭的眾人 來訴說神在我們身上 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 這就是神造我們的目的 神經不是講得很清楚啊 這就是神造我們的目的 最後一集 為了要我們來宣揚神的美德 你知道嗎 每一個產品 被製造出來 都有一個目的 一定有它的目的 你一隻刀子 可能有它 刀子有很多種不同的刀 有不同的用途 那每一個產品被製造的目的 是誰來決定的 就是製造者 製造這個產品的人 來決定被造的這個產品的目的是什麼 同樣的神為了一個目的 來創造的你和我 除非你我真正明白我們今天受造的目的 並且去完成這個目的 否則你的生活會沒有目標 你的生命會不充實 沒有滿足感 你活著在世界上沒有目標 因為你不知道神創造你 呼召你選擇你的目的在哪裡 但是今天 二世紀怎麼說 神說這百姓是我為自己所造的 好訴說我的美德 是不是很清楚 我們是神的百姓為神 被神所造的 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神的美德能夠訴說 上帝造人跟造樹木挖草不一樣 我們人從小就會說話 為了要訴說神的美德 樹木不說話 東也不說話 我們人真的很蒙福 神讓我們人可以說話 但是神要透過我們從小開始學說話 會說話 目的是要來訴說神的美德 所以我們人的嘴巴要正當的用途 就是要訴說神的美德 不是在論八卦 不是在批評論斷 不是用我們嘴巴再來談論是非 因為我們嘴巴受造 是要訴說神的美德 所以今天我們在說 至高無上全知全能的神 你說他已經這麼偉大了 還缺你我來訴說他的美德 難道我們的神是這樣的喜歡歌功頌德嗎 我們的上帝是這樣的一個神嗎 喜歡歌功頌德嗎 當然不是 你不讚美神 你不歌頌神 神照樣榮耀存在 不因為你不去歌頌他 他就消失他的榮光 你沒有那麼偉大 不缺你 當然不是 但是那為什麼神要我們來訴說他的美德 到底很容易理解嗎 你想想看 當你看見很美麗的事物 當你看到自然的奇景 當你聽到一些天賴般的美音 你是不是會由眾發出葬名 當然會啊 你看四篇的作者說 如果今天連諸天都要訴說神的榮耀 窮常都要傳養神的手段 那麼對神的作為 對神的偉大 他的兒女 他的兒女 豈能靜貌不允 神選招我們 在強調 是要我們要向世人 訴說他的美德 所以 就是要去宣揚他的回憶 有人用比較嚴肅一點 不過我們每個基督就是一個宣教士 那有一個會說宣教士要蒙招 要蒙神的呼召啊 不 這裡問題不是說你需不需要獻身 需不需要尾身 需不需要蒙招 才能夠去做宣揚神美德的事情 不是 我們對神的招命 我們既然是領受神的恩典 就不能夠屠受神的恩典 我們被呼召了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有這樣一個責任在裡面 我們就是為這樣被呼召 被造 所以呢 在神的恩典裡面 我們就沒有說 要不要獻身 有沒有奉獻的問題 沒有奉獻的問題 其實有人說 你要去傳福音 叫做傳到人 你要很清楚 神呼召你 你才可以去做傳到人 沒有這樣的問題 每個人都是被呼召 彼得不是講嗎 我們都是有祭祀的身份 每個人都是祭祀的身份 沒有獻身不獻身的問題 有時候鼓勵一個人 你應該做傳到公眾中 我還沒抹護照 我要好好禱告 沒有這個問題 你被呼召你就是要來穿揚神明的 這是你的責任 當以色列人 從背魯的巴比們 被釋放 回到他們的故鄉家園 重建聖神聖殿的時候 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 一件心事 同樣的 我們今天的心事是什麼 今天當有人接受 主耶穌基督的救贖 覺至信主 成為新造的人 那麼 這樣的一個過程 就是一件心事 雖然每一個人的 經過得到救恩救贖的過程 都不一樣 但是都是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故事 都是奇妙 都是一件心事 我希望我們在今年 我們教會一起來努力 每個人 每個人 都來 做心事 當然也是要靠著神 才能辦得到 這個心事 就是我們要 穿揚神的美感 我心結束 各不禮 我要靜靜跟隨你 你 你恩經事 愛 你NOふ止息 你心事 直到 永遠 我望我的生命的寂寞生命 在上我的招累 耶稣 祝耶稣 祝用我一生 耶稣 祝耶稣 祝用我一生 我心深深向你寂寞 我宁可无理拥抱 我完全相信你到回去 我在你耳中安息 我要向世人和生命的恩典 寂寞我见你一面 耶稣 祝耶稣 祝耶稣 祝用我一生 耶稣 祝耶稣 祝耶稣 祝用我一生 祝祝你一生 película 我伝耶稣 祝耶稣 祝祝 Grow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